看看乡村爱情主演们的家 风修一点也不乡村 风格好华气派 乡村爱情这部电视剧 是照本山围绕他身边的一些势力 拍摄的一部关于他们村儿 发生的一些事情倒演成的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可以说 已经有了十步之多 其实我觉得拍的最好的就是第一部 因为他在电视剧中倒出了一些事实情况 而且非常的接地气 因此广受好评 所以有人一追这部电视剧就是好几年 可以说是非常长的一部电视剧了 这部电视剧也见证着照本山身价的改变 而且也带了很多徒弟 让他们也更有名气了 在剧中 他们虽然都是一个农民的形象 把农民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可不是这个样子 卸大脚的扮演者于奉仙 他是赵本山的亲戚 现在工作在天津 当然 以前是工作在北京的 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 因为在这部电视剧中刻串 所以让他活了起来 只是让人想想不到在电视剧中刻画的 风风火火的形象 在生活中有一栋好宅充满了复古风 家中整体的装修属于比较复古的风格 厨房和餐厅选择半开放式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 让整个空间面积变得非常的大 而且看起来家庭气息十足 复古的风格加上一些复古的装饰品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有民国时代的感觉 家中的书房选择那比较深色的家具 车压不仅会让整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成熟稳重 而且非常的舒适 整个书柜上摆满了书籍 让整个空间充满书香气息 李副总的扮演者周歌南 可以说在电视剧中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在剧中他的戏份不是太多 但是他的名气相当的大 而且现在年纪轻轻的 他已经过上豪门阔太太的生活 家中的装修选择和非常多的壮色 这样会让整个家看起来充满了色彩感 而且这样会给个整个家非常干净和整洁的感觉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苏玉宏这一个简单的角色 但是他身上非常高雅的气质无法掩盖 虽然后面他的戏份多了起来 更让人注意 但是他刚出现在整部电视剧中的时候 给人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 家中整体的装修风格属于欧师风格为主 而且这样的风格让人感觉非常舒适 在家中装修 选择了很多线条和曲线曲面进行设计 搭配上花纹的壁纸 和曲线曲面进行设计